嘿大家好我是李斐 新的片头还没想好 先这么定 我是李斐 那今天呢 会是一个正常的Vlog 没有特别的事情 没有房源的介绍 但是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 最近发现的很重要的话题 想要跟大家分享 对所以今天会是一个话题性的Vlog 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先工作 我的小兄弟Dylan来我们家 我们在一起做一本新的listing book 就是我们最近卖过的一些新的房源 加到我们的这个书里面去 给我们的潜在客户去展示 我们的成功案例等等 做完了之后 可能要去比如说送Fiona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 那个时候跟大家聊一下 我最近发现的还一个蛮重要的话题 关于互联网的算法和 像我们做YouTube也好 或者是做自媒体也好 博主我们想要的这种社群 这两个巨大的概念 和现在趋势上的一些变化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选择平台 等等各方面 都是有很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这种社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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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弄买 我不会买 买些 叫你好好学中文 你不好好学中文 这是美 这是美 我爱买 AI 第一个就是买 我的天哪 路克思 我要让你做这个事情 估计今天一天就做这个事情是什么 远 远你选一个 你看到那下面的字了吗 哪一个 这是远吗 不是啊 我看看 我看看 这开始你的中文真的得好好练一样 我发现有什么名字的手艺 今天打篮球 是呀 我有新的牙套了 这是Step Curry的 什么东西啊 是咬的 那个Melt P 是吗 对 Step Curry的 它可以咬的外面也是吗 我就找我喜欢啊 我没有蛮多人看啊 像我这个打Pudding以后 有五千多个人看 对 但是如果只是订阅你的人的话 不可能这么多的 对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很多不是你的订阅者 都都是 不是我的follower在看的 对 这是好的 但不好的地方在于 你的订阅者也会看到很多 他们原本 没有想要订阅的内容 哦 所以对于 你想要 创建你自己的 community的这种 creator的话 非常不好 确实我没有太在用 其实就是 确实我觉得已经 已经要挂了 我没有太用确实 确实我是来看篮球用的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拍的Vlog吗 我跟Dylan去逛街 他要买一个一千块的墨镜 然后我跟他说你应该先买电脑生产工具 那一期视频我们被观众留言 有一个大概是在 YouTube上有一个观众 说我这是在赤裸裸的炫富 恶心 那什么意思 炫富 炫富的意思 他中文不太好 炫富的意思就是 就是你其实没有钱 但你在炫耀你有钱 就是炫富 或者是你可以很有钱 但你就在炫耀 中国人不喜欢这种很 很外露的 就你有钱你自己花就好了 不要这种炫耀 但其实我觉得没有了 只是我想用那期视频来表达 他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的这种消费观 就是说我买一个很昂贵的这种奢侈品 但是买了我自己开心 我过来开心就好 Somehow 我现在开始赞同这种观点了 所以我觉得 比如说那天我就跟你讲 我想买个敞篷车 然后我觉得 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必需品 但是它可以让我心情愉快 你终于知道了吧 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比如说傍晚我就开车出去 去海边转去 最喜欢心情不好就逛街了 OK 然后Dylan也听进去了我的建议 就是他终于准备去买新的Apple的电脑了 他之前一直用这个 老款的这个MacBook Air 非常小的屏幕 非常难用的建台 这是17年 对 然后刚才还让我强迫我用了一下 我真的我再也不想用这个东西 然后他听进去我的建议 他会去买个新的MacBook Air M2 然后再买个Screen 对 你以后做这些设计的东西 鼠标 对 你以后发现你做这些设计的东西 在大屏幕上做完全不一样 我刚用了一下 How do you feel? Feels good 但是还没有戴喜欢的眼镜 good 但是是就是一种good 哈哈哈哈 我是原本是买给自己买个戒指 但我想算了还是去买个电脑 过几年你不会后悔 你花了这几两三千块钱的 是吗? 对 非常值得 这两三千块钱将会是你花的最值得的两三千块钱 我买其他东西我也不会货 你这什么开始 你勇敢一点行不行 Trust me OK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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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新的好玩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我之前在一个朋友圈看了 我不认识的一个人发了一个 帮他朋友做的广告 说他朋友帮他在这个Air Force One上面 手绘 做得很好 然后我就跟他订了一双 这鞋子好像一百多 然后手绘好像是两百多 总共三百多 我觉得还好 70分80分吧 因为我期望的是画的像 是叫鸟山鸣吗 不是鸟山鸣 鸟山鸣是画七龙珠的 锦上熊燕一样 像他画的一样好 但这个画的就没那么神似了 就还好玩 70分 但是 但是这是很special的 这是在 在市场买不到的 对 一双New Air Force One 今天穿着这个出去啊 可以啊 漂亮吧 我最近穿这个裤子比较少的原因 是因为我没有 这个色彩的颜色去配 所以我现在就 可以穿蓝色的牛仔裤了 因为有一双蓝色的 我看 漂亮吗 不错吧 所以你看啊 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你有一门手艺 有一门技能的话 通过网络你获得你的客人 你是很容易有一番事业的 鞋子才一百多 他画就要两百多 我觉得对于他们这些 画的比较熟练的人来说 也不会花很长时间 输入还是很可观的 哈喽 哈喽 怎么了 准备 为什么 因为我给他拿点东西 让他自己 上来说是给我的吗 因为我跟Lukas说 然后 哇 这是我老公他们公司的东西 他们是做玩具的 就是他们这个年龄宝宝的人 就是从黑里的年纪到他的年纪的这种玩具 那拿几个就行 拿几个就行 不不不不不 多拿几个 我喜欢他 我给他 天哪 这 肥杨今天要高兴坏了 这个也很有趣 这个是我老公选的 他说这个 可以自己搭这种 一个家的这种玩具 就是 我们的 Pretem的那种玩具 我好喜欢这个 我好喜欢他 你喜欢吗 来起来回走了啊 特别感谢 没事 拜拜 拜拜 你先到我的书桌上去 把那几本书拿出来 一一一乱书了 去 我的书桌上 有三本书 把它拿出来 刚才以为是莉莉 其实不是 刚才Sony来了 谢谢谢谢 这几本 好的 对 然后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对 之前国内的网友送给我们的 怎么拍视频的书 然后给莉莉看一下 好像还有一本 但是我 我不是在放哪里 没问题找到给我 对你先看吧 好吧 看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好的 拜拜 拜拜 这又买了一大堆什么东西 嗯 非常大今天开心啊 嗯 简直像过生日一样啊 看到这一条了吗 怎样了 匪哥 督促Dillon健身马 争取成为耳湾吴建豪 你知道吴建豪是谁吗 不知道吴建豪 我不知道 吴建豪在国内好火的 台湾的一个明星 我不知道是谁 你跟他有一点点像 OK 然后 他肌肉比较滑 然后我Google个照片给我 这个人 像吗 他比我fit一点 对啊 你看他的肌肉 C 我的没有这样 我的 我的 在有一些灯光下面 有一点点这些线 那就没有这样 我的这三个大显示屏 真的很好用 像这个竖屏的 我看观众的留言 我真的很方便 就是几十条留言 就上下一滑 基本上就看过来了 所以而且看email 看 微信聊天也很方便 就你上面说了什么话 下面 所以我觉得你的桌面配置中 有一台竖屏的电脑 或者是有个竖屏的屏幕 非常重要 super important 你先买一个 home屏的 然后你后期再加一个竖屏的 因为你那个要买的笔记本 是可以支持 带两个以上屏幕的 我看现在已经三点 我们今天时间只需去 我先去把这个MacBook先买了 然后明天再去Best Buy 买开通电啊 开通水啊 这双鞋真的很好耶 i like it i like it ok 今天还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今天早上有一个邻居奶奶过来敲门 说我们信箱的钥匙忘在信箱上面了 大概是Fiona去取信的时候 忘记了 她把我们送回来 然后我们就攀谈起来了 就聊天嘛 嗯 她居然是我买我现在住的这间房 前面一个下了offer进escore的人 ok 我这间房出来在市场的时候 我下了offer是169万好像 没买到 嗯 她是170万还是170万多一点 她进了escore 然后她后面就因为这种原因 她反悔不要了 嗯 然后后来我就172万5买下来了 嗯 然后她说我就是当时那个先买的那个买家 然后她说我现在好后悔没有买这个房子 她说不过她当着我的面她也不好意思再说很多 她说不过也恭喜你们 对 一个一个老奶奶 然后进来之后看我们全面翻新的样子 说哇现在好漂亮 不来不来这样一堆 我能看得出来她是蛮后悔的 但是没买的 嗯 很神奇居然遇到 我们从来没想到我会遇到那个人 我也不知道是她 如果她不讲的话我不知道是她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现在对她要知道 如果觉得会后悔就不要反悔 嗯 我对 我不想要在我们的视频中过多的讲 让别人买房子或者是卖房子 因为就会有很多人在留言说 哎呀你们这些经纪人 天天就会让别人买后面 哦对 但是但也不是就是比如说 我之前没有买一件衣服 然后我到现在偶尔还会后悔一下 这不只是房子 加油这边加油这边加油这边 我在想去 哦 是是 家哪里的 对我们不鼓励任何人买或卖房 如果你有需要买或卖 再跟我们联系就好了 所以开发你的需求 不是我们的工作 是当你有了需求之后 我们可以很好的服务到你 我现在车上就像Dix一样 什么sport都有了 最近最新开始学的 你能不能专注于一项 我比较我 我篮球已经很pro了 然后我最近golf进步了 篮球已经很pro了 很pro了 然后最近 你连你快连路克斯都打不过了 你知道吗 太夸张 然后golf最近练的还不错 我刚已经给你看过视频了 然后因为我跟你说为什么 因为life short 想试什么就是都试一下 就是都尝试一下 所以网球也是 但是昨天打了一次爆完 大卫说 什么情况 这么巧 那一套假的 大卫说 我正要我正要跟你讲我拿到了 哦 A7 对啊我还想说要请你教我一下 传授一下秘诀 这一套就是我之前用的 A7 S3加这个12 S4 怎么样 那个设定 S-Log 它的普通输出就已经非常好了 我还不会S-Log那个部分 S-Log是真的很好 非常好 但是差不多了 其实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因为我不想等食品 我是想直接拿个电脑走 我最不喜欢等食品 因为我等不及 然后这个颜色真的很棒 对真的蛮棒 这个MacBook Air的暗夜黑超棒 因为你想想 如果我们离urban section是10分钟啊 还有个Apple Store 为什么等一个礼拜把它运过来呢 那直接才把它买 这不是效益问题 这效益更高 这里是耳王光谱中心 我们有一家苹果店 那里 老王光谱中心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室外逛的地方 很舒服 很漂亮 就是你来逛街完全不是说 只会购物 而是一种休闲放松的生活方式 刚才我们走过去 今天来还说 伊菲你看那边还有一个Vlogger 然后你看 大卫说 大卫说 哈喽 又见面了 谢谢 小大卫 哈喽 大卫说 大卫说 小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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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买了新相机 建议爸爸给你买玩具 他买了新玩具 也要给你买新玩具 他有GoPro袋 OK 你要拍对不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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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他哥哥也行 拜拜 拜拜 可以 我终于又能邀请到我们的客人上镜了 这位是我们25Holly Hawk的卖家 哈喽大家好 给迪勒写了长长的好评 因为迪勒确实很专业 然后很负责 谢谢你相信我们 不客气 案子做的也很漂亮 对非常满意 迪勒还不谢谢你的客人 非常感谢 感谢迪勒 下回见 好热 迪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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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我跟迪勒拍过视频的 25Holly Hawk 在Baker Ranch 2Budders的五房大豪宅 过户了交房 迪勒过来做一下最后的交接 我们当时拍这个房子的视频的时候 从那边走过来 第一个镜头是我来解说 大家知道吗 那个镜头的背后 我拍了迪勒15遍 他都没有讲到我想要的样子 最后我说算了 还是我来吧 然后他又拍了我大概三四遍 四五遍 我才真正讲到我想要的那种 大家看起来比较流利的 比较自然的样子 对所以其实都是千锤百炼 一遍一遍 反复的磨练出来的 你的客人很给力 上镜很大方很自然 就我有很多客人都不方便上镜的 你这才几个就有客人上镜 你帮你读书 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交易 是因为客人最后对你的评价 让这个交易变得更完美了 对但加上整体的流程还蛮 就蛮帅 又很顺利 因为现在市场很动荡 然后你这个整个才一个多月 对 就从开始到瘦 所以 Good job Thank you 我这个还蛮 还蛮 还蛮 proud自己的 真羡慕你 我刚起步的时候 要有人帮我这样跟拍就好了 然后还说 哎呀 有了C盟拍一下吧 然后给你再拍一下 一下午拍大半天 好 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就全靠自己 对啊 我们家想要怎么放 很辛苦的 你放后拍就吧 Hello 老大 我可以送你出去 pofisher 你送我去也行啊 对我送你去吧 我正好想去看一下村 好 你有事吗 我 没事等你吃完吧 没有我们马要出门去送 送路口去打罢球 到下一条 啊 到下一条 到下一条 换个帽子 那个太热了 刚才我跟队友出去的时候 书洋来我们家 书洋是个带孩子的好手 带小的大的都能带 但是带如何去休息 如何觉得饿了 我这一帮小兄弟特别顶用 拜拜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还想切入正题呢 一看相机的电量只有2%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Vlog 好像不经意之间已经拍了很多了 那今天还要不要讨论这个话题呢 讨论的话题又是一个长篇大论 大概8到10分钟的讨论 我觉得要不然咱们先攒着啊 留明天啊 没什么活动的时候再拍这个话题 大家觉得怎么样 来新港拿一台这个叫Loner Car 就是你修车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台车暂时用的 然后你修好了 就把车还给它 车已经取好了 进来转一下 看到我前两天说 想买这个敞篷车吧 最新款的这个SL 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还有再价2万5 买个大概二手的 2018-19年的七八万块钱 就蛮好的 这种最新的科技敞篷 其实并不需要 我在网上看了大概19年前后吧 还是V8这种SL 也是4座 8万9万块钱足够了 因为你大概只是晚上天黑了以后开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新港 再次感觉到新港的气候真的好 一下车就哇 这个海风吹着好舒服 在玩也好 游波林的也好 这些地方是还是比较炙热的 这边太舒服了 这边住的人开敞篷车 都比我们里面更舒服 你需要一个V8自动的机器啊 呵呵呵 奔驰的这个电车 这其实也不错啊 EKS580 这个让我买一个东西 搞错了 GT 9万6 这是 4座版的GT 12万4 4座版GT 10万 这三个你喜欢哪一个 那我看新的一个 敞篷的两座 对啊 我也觉得那个 我觉得好像还是四座稍微 就是说你放点东西干嘛的 你这个你放高尔夫就包都放不下 我干嘛开这个车去打高尔夫啊 新款的大技们 你想这个车21万6 21万6 因为那个车加15万 33万多的 这个是四年前的 这个是先 那个是先 你买哪一个 我觉得我肯定会买20万的 不会买30万的对吧 要不我们买个这个车 这个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我觉得 对还有190 对 这个G550 我有个客人卖给这个地方一台车 他们专手加了可能2万块钱卖掉了 这白色就挺好看的 大技虽然已经很多了 但是对男生还是很有吸引力啊 你看屁股 看方方正正的感觉 对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很有吸引力 对 但我 看完大技场合又不香了 嗯 我觉得应该 多点的应该会搞得再大技了 是啊 对 我猜这个可能2万5 我猜2万以内 才4900多卖 哇 我猜跟新的一样 是啊 2020款是 而且里面还全是那种碳纤维的内饰啊 这是新款 2019年改的款 这个车 哇哦 4000多卖 对啊 为什么呢 去跟 跟新的没区别 多少钱 21万5 216891 我觉得可以进去交钱吧 我感觉我钱包压不住了 我也别压不住了 哈哈哈哈 真的很吸引人 这个 他是磨砂 你看 4000多卖 Oh my god 什么情况 进去交钱包要不 这一幕都不在Vlog的计划之内的 虽然要准备打电话给老婆了 问能不能换个车 4000多卖的大技 几乎是新的 轮胎你看都 你看我的天啊 都没 打电话给David 都没怎么跑 我说我买这个车 对吧 不好意思 相机断电了 没想到今天的日常生活Vlog 会拍这么多 先去接Lucas了 待会我回到家 拿到电池再跟大家聊一下 我觉得可能今天不适合再聊吧 Vlog太长了 我们明天再聊 我想要聊这个 关于算法啊 社群啊 这样一个话题 好快 哈喽 我们说到 好好好 这么吵吗 吃了两口鱼先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